大家午安 午前宴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一小时 国内外大小事 要您听得懂的话 学给您听 先来介绍这一小时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国际政治专家 蓝月琴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航好 以及北京清华大学 法学博士蔡正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特异中将 薛华敏将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首先带您来看一下 不知道最近 有没有在追韩剧 这个韩剧很红 特别是很多当爸妈都在看 叫艺能 什么意思 就是有特别的能力 来看到在这个戏里面 韩兴 韩笑珠 你把他的眼镜扎下来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他的眼镜有特异功能 能够看到极远极细微的东西 大家就在问了 其实这样的艺能人士 是不是真的也在台湾出现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国安局局长很厉害 他能够靠着他的眼睛 火眼金睛来判断 影像是真的假的 听听他怎么说 目前台湾有没有具体案例过 可不可以描述 不要让大家辨设出来 大概是什么样状况 应该是上个月的事情 确认是伪造的 伪造的 有 因为郑文燦副院长那个影片 我看他们光媒体把他那个颜色 弄淡弄淡就看得出来 那个脸跟他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形态 这是另外一种比较粗糙的形态 比较容易辨认 这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还好粗糙 否则那个脸叠上去的话 如果你们花几个小时去呈现的话 会到第四章 而且这个风险无关难律 我们在场每一位公众人物 政治人物都有可能有这个风险 我们的国安局长蔡敏燕 在回应立委王定宇的回答的时候 他直接的讲了 说他判断 副院长郑文燦那个影片 手法非常粗糙 容易辨认那个就不是我们的副院长 那我们就想问了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这个相关的检调单位 都还没有跟我们回应 其实以后是不是 我们直接请国安局长来帮帮忙就好了 因为你看 我们的影像见识实验室 查这么多天了 还没有直接的回应 我们局长看一下就知道 可以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是不是以后都请局长帮忙 相关的单位好像也不需要了 其实这一件事情 大家就开始想问了 就是到目前为止 到底我们的这个国安局 是在做什么事情 其实最近如果你有看一下 我们的局长最近在谈话 很多都是在锁定 对岸好像想要介入我们 包括了什么 包括他讲了 这次的选举中共有介入 民嘴民调赌盘都是重点 他说他们有在注意 金流的流向 还说有些人是在对岸设有公司 这些有断点的 他不便透露太多 但是他说对岸有透过地下会队 地下赌盘影响我们的选举 他们有专案来处理 大家开始在问选举年到了 是不是王立强还记得吗 现在王立强人又在哪里呢 这个事情非常多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影响到选举的结果的话 那谁又该来负责 这样来看到的是呢 现在国安局这边 大家也在问了 因为他直接喊话国安局 如果我真的在对岸当干部的话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 一枪毙命 他是现在说被民众党要提名 不分区的徐春英 柯文哲现在在校园演讲的时候 很激动 直接的讲说 你们怎么不先去查 你们赵天龄啊 原因是因为赵天龄 他直接讲他是亲中舔共 还是国家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 他说那你们国安会查不查 你们就光讲人家一个陆配 那你为什么不去查赵天龄呢 其实现在呢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很多人关切的 是那美国的态度 这一回又是什么 BBC的一个最新报导了 说以前从来没有过 美国这次这样做 他们表示40年来 美国第一次是用 他们自己国民的纳税钱 来帮助台湾武装 同时呢还特别提到了 8000万的美元军事融资 这一些就是第一次 他们自掏腰包 要给台湾钱的 以前没有过 现在第一次 显然就是重新定义 跟台湾的关系 那是什么样 让他们开始 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 当然就是世界局势在转变 包括了先前援助乌克兰 夏泽伦司机跳出来了 说现在没有人在理他了 而乌的关注突然被转移了 就连他想要去以色列访问 以色列都跟他讲说 拜托你不要来 现在时机不对 整个局势在变化 还包括了南海这边 原因是因为 目前呢 您看到了 美国资助菲律宾基地的跑道 已经改善完工 同时呢他们也说了 说这个地方 就会让更多的飞机 能够在这里飞行 日本也跟进 原因是因为岸田文雄 来这边的时候 送了个大礼包 他们给他五艘的巡逻舰 说让他们的海洋防卫力暴增 那当然啦 就会让中方认为 是不是你们每日联手 要来染指南海呢 再加上小马可氏 现在大家就开始在问 年中年初的时候 1月1号 第一个去访问中方的 就是小马可氏啊 可是现在怎么 又让美国来改建基地跑道 又让日本来送他们大礼包 那到底现在 他为什么态度会转变 一个说法 说是不是跟他的爸爸 在美国可能还有百亿美元 等待解冻这么一件事情 小把柄被抓住了 有关系 非常多的想象 而这一些其实回过头来 大家再看美中关系 会影响到美中台的情势 那请教政院委员 原因是因为每一次 在讲到国安需求的时候 讲的都是对岸怎么样介入我们 结果我们现在国安局长超厉害 火眼金睛 他靠眼睛就知道 那个是不是郑文燦 蔡明燕吃人家饭 讲人家的话理所当然 因为他并不是民进党的核心派系出来的 他是蔡英文 从曾经在国民党时代服务过的文官拉拔上来的 吃人家饭捧人家饭碗 当然小心翼翼 配合人家的讲话 我们要谅解他 因为这个饭碗是很珍贵的 国安局局长谁能够当啊 好不容易拿到一个跟国安没有关系 来当已经混到这个地步 何况问他话的人 又是有名的王八千 王八千问他话 他当然配合王八千用 因为王八千最担心的时候 哪一天他的影片会被这样变照上去 对于这个郑文燦的影片 国安局局长你说是围造 你就告诉我们几个问题 第一个到底围造的这个场景 是郑文燦的脸 还是说他旁边根本没有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是加到这影片的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 加的是什么 对 第二个是两个距离很远 你影片故意把它围造的距离很近 我们假设都有可能 你给我们个技术上的原因 不是 你说恐怕是围造的 恐你的头 恐怕 什么东西恐怕 情报局说恐怕中共介入台湾大学 恐怕地下汇队 恐怕 这一孔三千里什么都可以怕的 所以国安局是要让台湾内部安定 还是让台湾恐慌的 你拿的并不是民进党的薪水 你拿的是我们大家 新政府缴税 纳税缴税 你最好想清楚 这个柯文哲当然会生气的 民进党为了转移赵天林的事件 所以特别拿一个陆沛 这个徐春英已经来到台湾 嫁到台湾30年 而且生儿育女 小孩都已经20几岁了 一个为这个陆沛 在服务的一个徐春英 来打压 质疑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质疑他什么 觉得没有毫无证据 连行政院长陈建宁都讲那些 让人家不堪入目的一些 一些看起来好像是 有点滞胀的谈话内容 但是有就有 没有就有 能选就能选 不能选就不能选 可是一定要把它抹红抹黑 这是很怪异 美国人说给台湾8000万 这个好像要付钱了 即使送的好不好 不要忘记 台湾跟美国买了 140亿美元以上的武器 140亿美元你给了8000万 就表示说我们的餐厅里面 我们点了一颗菜 1000块元的菜 然后老板说 来到我给你个5块钱的什么 5块钱的小菜 就这个比例而已 至于什么好高兴的 当然还是要谢谢 有一个1000块 买了1000块以后 有个5块钱的小菜 不够人 要多一点 你再看看什么叫融资 要还的 你以为美国什么时候 小菜还单独也去不成 还算账不成 小费收回 所以我是觉得 谢谢总比没有好 但是就是也不必 好像说什么大恩大德 他谈不上 责兰斯基当然会担心 因为他现在都是靠 美国欧洲给钱 整个战争市场又僵住了 因为整个顿巴 顿这个卢甘斯克 克里米亚乌克兰拿不回去了 拿不回去了 他没有办法跟主子们交代 跟金族交代 我打得这么烂 打得这么烂 而且整个战火越来越小 然后整个俄罗斯动不动 都弄你一下 他现在很烦 台湾乌克兰拉拉队也不见了 连赵道理 台湾要挺巴勒斯坦的 连巴勒斯坦的队伍也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知道美国弄菲律宾 搞不出名堂的 然后请教一下我们帅将军 你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BBC直接讲了 说我们40年来 第一次看到美国 我们台湾跟他们 还不是真正正式承认的地区 但是他自掏腰包 用美国的税金给我们钱 40年来第一次 你相信吗 我参加军售也不是一年 为什么不是叫军援 对不对 他叫融资 你出不出钱没关系 我从银行里面先弄一笔 各位啊 融资他美国唯一的风险 是台湾被中共拿掉了 那这个融资就没有办法还了 融资是要还的 第二个 台湾沦陷了他也不在乎 你看看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 他没收俄罗斯的银行的钱多少 台湾美债有多少钱 台商在美国的资金有多少钱 你莫加王了他就顺手全部没收了嘛 还有赚呢 这种就是出张嘴 让台湾去送死去打仗 武器不够给你武器 然后他才不怕没有回本 我跟你讲嘛 融资嘛 对不对 那就是花最小的代价 让台湾跟日本去围困中国 去骚扰中国 去消耗中国 但是台湾消耗不了 他知道你消耗不了 武器不够 他融资给你 那有什么好心呢 这个融资 假定台湾能够存活下来 这笔钱还是要还的 哪有天下掉下来白吃的午餐 我从来没见过 只有在韩战完了 他的战场的 越战完了 那战场的武器 没有运费 懒得花运费 我们派人去接收一批 那是用的 还是要钱 那是很便宜的钱 那是因为他战场上 留下来的战略物资太多 他收送回去 他的成本很高 我们去接收 从此以后 军员我们没有占过一点点便宜 所以这个话 台湾老门一傻傻的 去相信这个东西 第二个你现在看出 风向苗头有没有 不对 美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又在进一步的在谈 那个时候卖掉的是谁 当然是我们 你还能卖掉什么 第三个国安局长 这么高官的位置 你要有点风骨了 能够讲出这个老不幸 听得都没人听得懂的话 我说不是出照了 是你的眼睛有偏光镜了 还带了色盲 眼睛看了前面 结果看到右边去了 哪里说这么明显的东西 你至少还经过国安局去查一查 弄一份假的科学报告 也让人家说 还有一点可信度 你就这么一眼看 你的眼睛跟我们眼睛有什么两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 搞出来这些官员不像个官 不尊重自己的职务 也不重自己的官征 也不尊重自己的人格 就有这种结论出来 是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真相 因为其实现在王红卫 不是也已经送了吗 是不是这样要来调查明真伪 那是不是就告诉我们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国安局长 我们当然认为对你很专业 但是靠眼睛来看 就会让我们觉得说 这样不是怪怪的吗 这位国安局长 我认识了很多年 我在当副教授 他那时候助理教授 所以有些论文的审查 我也有经历过 基本上来讲都是学文科的 但都不是学科学的 理论上讲国安局局长 你要做一个情势的判断 也要有相当的依据 来做一个趋势的推演 但是这个是科学 因为它是录影带 就是摄影器监设器 它是数位的 所以一定要送到数位中心 去做检验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法务部的调查局 还没有检验出来 安全局没有能力处理这个 要不就是要送到 安全局的科研中心 但是他当初送的 并不是送到安全局的科研中心 他是送到调查局 所以调查局比较有能力 处理这个影片的真伪 因此安全局没有办法 从肉眼来判断影片的真伪 这就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跟王定宇 然后再合演一场对手戏 那用国安局的局长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去帮郑文燦背书 这不对的 这危险的 这不应该的 因为如果说未来这个法务部的调查局 检测出来的结果 影片没有伪造 他果然就是郑文燦 那该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 那国安局局长是不是应该要辞职 以示负责 我觉得把自己在这个部分里面 堵上自己的乌纱帽 不值得 也不应该 那我们再强调 调查局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等到他出来 我们再来说话 那我觉得民进党最近 一直在炒作这个徐春英的事情 我看柯文哲有点火大了 有点动怒了 那炒作 一直炒作徐春英 基本上来讲是对于外配 对于陆配的一个不友善 一个歧视性的行为 这个是很不应该的 因为既然成为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都应该是在法律上平等相待 一视同仁 所以用歧视性的行为 只因为他的来源 说他是来自于大陆 或是来自于哪里 然后就不信任他 怀疑他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非常遏止 非常不应该的 我觉得如果民进党到今天为止 还不赶快痛改前会的话 我觉得这个党 这个总统 或者是说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简直都是恶劣到底点 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 遏止的一个先举的行为 小马可是我是不太理解他 为什么呢 过去前一任 我们再强调前一任 都特地的时代 都特地的时代 他跟大陆彼此之间和平 稳定 友好 菲律宾没有失去任何什么东西 反而获得更多的建设 跟两边的贸易的来往 那关系更好 在他的前一任 阿基诺三世 也就是闹得很凶 那中国大陆在南海 就把岛礁都填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现在小马可是在玩前前一任 就是阿基诺三世的游戏 换言之也就是 非但不会得到东西 还会失去更多 日本很明显的在火上填油 好